大家好 各位 今天是10月5日星期三的早上 恆生指數受累於美股道指上晚跌80多點 今天恆指的低開69點去到23619 最主要的消息外圍方面 第一個英鎊插穿了30年低 以至到美匯相應地提高 美匯相應地提高激發到黃金隔夜急插 不單是失守了1310美元和1300美元 整數關和一些重要的支持位 直接插到1260美元左右的位置 留意下方1254是200天線的支持 如果那個支持都失去便不 所以今時短期來說不宜留底 因為始終外圍方面比匯 其實受累於英鎊急跌 同時間另外一個因素就是 美債的知識其實都兩年和十年都在急劇走高 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會拖累到今天 公用股的表現 收息股的表現 反而是有助於匯控這些國際金融股 但是就算是這樣的情況 都不願意去追匯控 最主要是因為英鎊急跌的時候 對於它的英鎊資產都會有大力淡的作用 今天我相信跟過去幾天沒有分別 都是在玩十天和二十天線 十天線23589 好 二十天線23572 我自己看法都是磨住這兩條線 之上或之下 大概這些位置 成交會小的 南下資金還未到 繼續滿市 但是要留意風險因素似乎多了